3 2 1 幹什麼 大家好 我們是我愛大白貓 我們的專題是智能預判給水系統 你是否有過 當你打開水龍頭有出了水的時候 有過冷或過熱的經驗呢 那我們這套系統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使用鏡頭 智慧判斷說水龍頭下的物體是什麼 並且給予適當的水溫 舉例 如果我今天想要洗手的時候 我一定是希望水溫大概36度的溫水 那當鏡頭智慧判斷是我的雙手時 它就會給予溫水 那我今天想要煮泡麵 煮菜 當我的鍋子裡需要熱水的時候 我們的鏡頭可以判斷說它是鍋子 然後給予大概八九十度的熱水 那今天如果是想要洗菜 或是洗碗 你不需要浪費那些能源去加熱水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予冷水 好 現在我們來 我來演示一下這套系統如何運作 首先我們先以雙手 來 改變到雙手 顯示綠燈它就會開始出水 並且就會出適當的溫水給我洗手 好 手拿開就自動停水 接下來如果我今天想要洗菜或洗熱的東西 我們現在預判是綠色蔬菜 我們將蔬菜移到鏡頭前面 它判斷為蔬菜需要給予冷水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冷水來清洗我們需要的東西 最後一個 鍋子 鍋子我們需要熱水 那我們的燈號呢 就會給予我們紅色的燈號 它就會給予我們熱水來提供我們烹調手續的水溫 那我們這套系統呢 還可以連結手機來做調溫的動作 我可能希望今天我的溫水 我洗手的溫水我想要冷一點或熱一點的時候 我就可以使用手機來做連結 我們有用數媒派還有電腦的結合 電腦主要是負責視訊辨識的部分 數媒派則是控制bump 控制燈號 還有整個水槽系統的控制 這就是我們今天 智能預判給水系統整個專案的運作過程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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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我 Lum下 буду動